很多技術行為 學校夢球隊的黃寶山蓮智 這兩位學生 前一陣子參加九十九年 全國台專議校的運動會 北区夢球的比賽 在得了最大的冠軍 不過在這比賽進行的一禮拜 黃寶山的手不小心受傷了 為了早一天可以回到救場 每一天都很認真在得到做好件 可能之後總算是在得了冠軍 就是靠著努力的新手 主要技術行為的黃寶山 還有聯制兩位棟樓 打敗很多對手 在今年全國台專運動會 北区夢球比賽當中 在得了誰人做的冠軍 會很辛苦嗎 很辛苦 就是折防跑那些 對 體能上都很辛苦 然後也要顧山科業這樣 這家屬於北区腳手 平衡的運動 選手的身體狀況 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資格差 偏偏在比賽上一禮拜 黃寶山的手勾以外受傷 但是為了比賽 他每天就要看中央還有做學見 再來完成這場的比賽 比賽的時候其實 一開始還好 可是打到中間之後就又繼續痛 所以就是很 那時候比賽就希望趕快把它結束掉 兩人在讀書開始就是蠻球的小隊 一直到現在 每天的早上還有下課的時間 他都繼續練球 辛苦的聽到是多人不可以來體會 加上他們還有一個很嚴重 還有講求紀錄的教練 每一次都告訴學生 選手一定要比教練還要找到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強化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 球隊的紀律的部分 兩張冠軍的中正是黃寶山購的連制 努力的先購 但是他說不可以來三下 要保持最好的狀況 準備挑戰後的粉絲專攻比賽 繼續選手公演 台新聞林國新宁洪志 華連報道 先試llow 范物